桃園市政府今年则是首度在桃園的高铁站前广场 打造了2020桃園万圣城 最近的广场和影城结合了万圣城规划 举办一连串的精彩活动 预计次度成为民众的讨论话题 有着浓厚万圣节气氛 桃園知名广场特别结合桃園市政府的万圣城活动 将整个活动区域由高铁站延伸到园区里 同时也和影城业者合作 要藉由丰富活动带给民众不一样的万圣节 包括这三天会有市集 会有街头一人表演 还有包括我们里面的一些变装的一个讨堂的活动 那当然包括市府的一些装置艺术物 都会来这边做展出 还有包括在礼拜日的时候 哥哥姐姐也会来这边带着小朋友唱唱跳跳 就连美国总统川普也来到广场与民众相见欢 广场和影城业者打造万圣派对 其中的变装活动就邀请民众穿上最特别的装扮 一起来搞怪 在今年夏天开幕的广场已经成为最夯的旅游景点之一 这次与陶游万圣城合作 透过精彩丰富活动 希望带动更多人潮与商机 记者中文报道